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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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我用例子来解释 这个 例如说这个 F角度convex 01好了 我們要求這個 很多同學做這類問題就把 比如說F是x平方的話 那就把這它的焦點是x1、x2 然後分段去計分 然後對x1、x2就變兩個變數 然後兩個變數求極大計較 這微計分裡面學過 這樣做固然可以 不過這樣做會很麻煩 那這個我們今天介紹就是 你不一定要學問很大 有時候是一個障礙 學了很多東西 動不動就要開汽車 這個我上次做個比喻 那其實你用圍繞的觀點來看 這個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怎麼圍繞呢 怎麼圍繞呢 你現在這個 這是你的F 那這是你的函數 那麼這個積分就等於是 再算這三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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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個 這個 我現在把這一段叫做阿話 這一段我把它叫做阿話 這一段我把它叫做賣打 這一段我把它叫做賣打 這一段我把它叫做噶 這三段 就是這三段 這個最小字一定存在 這個分析 第一個 這小字一定存在 這是連續函數 你那個 那個AB的連續函數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 你們自己要把它弄清楚 這最小字一定存在 第二個呢 這個 β應該要等於阿話加鋼 如果不然 第一個 假如β大於阿話加鋼 這個大了 那你把這條直線往下面 往下面 平移一點點 這個下 平移一點 那你得到的 原來是這個 你把它平移一點點以後 你把它平移一點點以後 我畫粗一點齁 我畫粗一點齁 你這個 你這個 新的直線 你這個新的直線 那麼這個 這一塊 跟這一塊 跟這一塊 這是它新增加的面積 對不對 這兩塊是E 但是它原來是這一塊面積 現在變成這一塊面積 所以這一塊是筍 這是E 筍呢 我用 我用綠的 跟我們那個古式 古式疊的話 我就用綠的 古式上的話就用紅的 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一 這一塊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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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 observations 只能是 β大於α加γ 就是imprise 損多益少 損多益少 表示說我降下來的話 我那個面積比你更小 那表示它不是極子 第二個呢 假如說β小於阿華加加 那你現在中間這一塊小 那旁邊大 旁邊大的話 你就向上移 嘩 好 嘩 好 現在旁邊這兩段加起來比中間這一段大 那你就往這條直線往上面移動一點點 那你現在這一塊是E 增加了這一塊 這一塊是E 那這一塊 這兩塊 這是增 我這個圖畫得不是很好 反正你這樣移動一點點的話 那個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這同樣呢 你現在這樣 移動一點點 那這個β小於α加γ的話 是imprise 這個損多意 這個損多意 所以imprise 這個非極小子 所以極小第一個呢 這個極小的地方呢 中間這一段要等於旁邊這兩段的和 這是我們得到第一個結論 但是你現在有兩個位置是ab要求 所以你光這個條件還不夠 然後再操 剛才是平移的操 現在是固定一點 像敲敲板一樣這樣來操它 那你又可以看出一個條件出來 第三 我現在取 取這個β的終點 終點我把它叫做p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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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取這個終點 p 那這一點我把它叫做a 這一點把它叫做b 我先來強調這個pA要等於p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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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好 那如果說 第一個 假如pA pB 叫做小於pB 現在這一段大這一段小 那我就往上面擾動一點點 好 我現在 以p點為心 將直線呢 向上 向上 我這個向上是一個形容詞 圍繞一點點 d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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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畫的我這個畫的變成 這個圖畫 這個 pA 在這裏 pA B 在這裏 現在這一段大 也是說 也是說 β大於這個γ γ γ大於α 這個意思就是 α 小於γ 這是終點 β的終點 那這一段大 這個是α 這是β 這是γ 那你向上 那你 那你現在這一塊是筍啊 你向上擾啊 你向上擾啊 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筍 那像這樣 一擾以後 我這樣 欸 因為這兩個是 我說這一塊是筍不大對 應該是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意 同意吧 那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筍 這一塊是筍 那這一塊是意 這一塊 這一塊 但是啊 因為你取這個終點啊 所以這兩塊是筍以平衡 我現在講的是形上 你還有這種感覺 你還有這種感覺 這兩塊你 圖畫出來當然就不會 兩塊不會相等啦 就是說 在圍繞的觀念下呢 它是兩 這兩塊是筍以平衡 這兩邊左右跟 這個左右相 這個左右相 兩邊一樣大的話 我隨便擾動一下 這兩個是筍以平衡 同不同意 不管你這邊是什麼直線 你這邊是一個曲線 這邊是直線都沒有關係 我圍繞一下的 這個是筍以平衡 我現在講的是不可說 但是又不能不說 你擾動一下 你如果用現實的 可能它當然不會相等嘛 但是圍繞一點點 不然你用不等式去處理也可以 圍繞 你用不等式去處理也可以 就是在圍繞的觀念下呢 這個筍以是平衡的 但是整個來講啊 這一塊 這一塊啊 因為這個必長嘛 所以這一塊是不是大於這一塊 同不同意 這個長嘛 這個必長嘛 這個必長 這個必長 就是說 P A大於P B 所以圍繞之後呢 所以圍繞之後呢 這一塊 P 這個我把它叫B'PB' 這一點我把它叫做A'P' 下面這一點我把它叫A'P' 下面這一點我把它叫A'P' 這個 那個三角形啊 P B B'P' 是大於三角形 P A A'P' 那這個差不多 這個差不多是二分之一的圍繞那個扇形面積啊 這差不多是扇形面積 這等於PB平方 Dc它 這個差不多是二分之一P A平方 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好了 差不多是等於二分之一P A平方 Dc它 PB平方 那P A P A A'P' 差不多是等於二分之一P A平方 Dc 那P A 我 P A小的 小於PB 所以 所以這impline P B P A A'P' 那是小於三角形 P B B' 這impline揮機子 但是中間這兩段 中間這兩段是損力平衡 這一段跟這一段是等臂嘛 所以你圍繞以後 這兩段是損力平衡 那所以 中間那兩段怎麼寫呢 中間那兩段 中間那兩段 我原來是這樣 圍繞以後 我 P點 這是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E啊 P 我把這個叫PC好了 PC PD PC 等於PD impline 損力平衡 嚴格要用不等式去處理 這嚴格來講 你要用不等式去把它講清楚 但是不等式寫下來的話太囉嗦 不可說 所以我現在是用形而上的跟你們談話 不可說 但是希望你們能夠意會 這中間這兩段寫力平衡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好 好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 這一塊等於這一塊 這一塊大於這一塊 那中間相等 所以旁邊的這一塊 就大於這一塊 所以整個來講 這impline是順多益少 所以整個來講呢 是順多益少 所以會計較 剛才是pa大於pb 所以如果反過來一樣 第二呢 pa 剛剛是pa小於pb pa大於pe 現在這一段大 這一段小 這一段大的話 那你就以p點的圍形 你向下 這個向 應該是順時逆時啦 剛才寫上向下不大加檔 這以p點為一 順時 順時 同理可證啊 同理可證啊 這個順多益少 所以會計值 這個順時 就對了 這個順時 這個順時 做的 解釋 就是 這個順時 很好 所以 這個順時 极致点 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 就是αβγ β要等于α加γ 第二个 这个α要等于γ 那两个条件你就可以把AB解出来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是implice 这两段相等 那这一段是它的一半 所以 我把这个叫x1好了 这叫x2 α呢要等于 这一段我把它叫AB 这是它的两倍 这个相等 所以这一段是AB的四分之一 R要等于四分之一AB 那implice 那个x1呢要等于四分之一 那x2呢 应该要等于1-四分之一 是四分之三 那这一点是 这一点我们刚才是用c点 这一点是c点 这一点 刚才我用D点 所以implice c点呢应该是四分之一 F四分之一 D点呢应该是四分之三 F四分之三 减掉F 交点出来 那个AB就出来了 A呢应该是等于 四分之三 减掉四分之一 F 四分之三 减掉F 四分之一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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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過 過 In black B 可求 這是用圍繞的觀點去看它 剛才那些東西 我們這個課程有上網 上網有 我本來以為這個高等維軍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去讀它 因為讀這個課真的很累 竟然有人他可以跟著這個進度一直讀下來 這個真是佩服 因為這個課是 這個就是數學系本課生讀的 我看都 這個 有的都已經拖了進度 但是也有同學反應說 這個沒有系統 我是希望盡量有系統 其實我的脈絡是很簡單 就是要打通這個認度二脈 維軍基本定理 從這個希臘數學的內涵 他們怎麼樣看數學 它是建立在公理系統上 所以一開始我們講這個時數的完備性 就是要把數學讓你的兩腳著地 從這個什麼是時數彈起 那個就是數學的根 從那邊彈起 接下來就談到連續函數 就是要把這個任度二脈打通 那人們計分就牽涉到連續函數了 那連續函數有那些最大最小的日定理 中間值定理之類的 均勻連續定理 那從那裡就把任度二脈打通了 打通之後把微計分的 你在打通的過程牽涉到憲博勒的定理 憲博勒的定理就是一種toppage的觀念 所以把這個toppage的觀念推廣到一般的 到RN或是到Magic Space上 所以就compact 我上學期一直強調 上學期後半段主要在強調compact這個概念 你compact的概念弄通了 你才有辦法進一步談現代數學 我上學期用一句話了 唯compact近代數學期當機 真的是要當機 所以compact這個概念很重要 接下來就談極數 那個又另外一個topic 那我覺得讀數學的最重要呢 不是要讀系統 有很多人喜歡系統 系統剛才是很漂亮的 讀數學是要開你的腦鞘 讓你的思想靈活 碰到問題你知道怎麼樣去解決 我會出這個 這個一般是不在正規數學裡面 沒有人這樣去談這個數學 你拿開任何一本高等維軍的書 沒有人這樣談極致 但是這個看法就是要讓你腦鞘靈活 不要說動不動來就圍分 好 單辨數我就圍分 就是你被那個系統把你cover住了 那讀做人 你學會靈巧 讀數學要你靈巧 要你靈巧 數學無定法 不是數學一定是一個系統 數學沒有定法 定法是人想出來的 法是人想出來的 那一樣數學也是各個辦法 那你看那個搞到群論 阿伯爾跟為什麼會名流青史 他做那個問題大家都做不出來 那為什麼大家都做不出來 大家就在那個框框裡面想 他們兩個不在那個框框裡面 跳出來去看那個結構 從一個山頭看那個結構 這個方式可不可解 背後有一個結構的問題 那結構那個問題就是根的群 自幻群 去看那個自幻群 就把那個問題解出來 那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讀數學呢 不只是讀數學 你讀任何學 做任何學問 就是要保持你那個頭腦的新鮮度 我上次 我接下來這一段話 如果有信教的同學 我也希望你們原諒 因為我看到很多信教的 看了我實在不知道 是明明是一個很好的人 為什麼要那樣去想 數月掉下來 掉在哪裡 這也是神的安排 那你樣樣都是神的安排 那你那個靈民 你那個靈性就已經被cover住了 被一個框框被你cover住了 信教是要信出你的靈性出來 信出你對生命的感觸 人應該去怎麼樣走這個生命 要怎麼樣光明正大做一個人 我上次跟你們也談過了 你們這個年齡很容易被某些宗教說 因為年輕人充滿理想 充滿理想也就容易去追逐 有人發傳單要跟你談生命的意義 你一去他很禮貌 要跟你談環保 跟你談愛護地球 這都很好 很對 慢慢你在那個團體裡面融入 他慢慢要跟你談靈性 你的靈呢 你這個身體是 父母只是生你這個肉體 你的靈要跟某個什麼東西去match 大家都這樣 就跟你洗腦了 上學我跟你們講 我一個堂妹她就是獨生子 她也是這樣進去的 這個去那邊以後就剃肚了 她一衝動以後就剃肚了 剃肚以後呢 父母兩個去看她 她不回家了 父母兩個去看她 等了半天她一個穿袈裟的生女走出來 碰到這個父母就跟她行禮 阿彌陀佛 師主有何指教 父母兩個抱得痛苦了 最近我碰到我堂弟說 你妹妹那個兒子現在怎麼樣 就一去不回啦 從來就跟家裡就斷掉了 這是道嗎 這是道嗎 你入那個教你要簽一個切結書 你死後你的遺產歸那個基金為所有 這是道嗎 今天因為有人反應說 我們這個好像缺乏系統 我是希望這個課裡面你們能活出對數學的感覺 讀出對數學的感覺 你對數學有種看法 問題來你又有這種感覺 那你就學到東西了 不是學了一些我會開車 我會開飛機啊 那個固然重要 但是你那個感覺比什麼都重要 你有那種感覺你碰到問題 你就會去探索 你探索中你就會想出辦法 就跟阿彌陀佛一樣是不是 我上次畫給你們那個 阿彌陀佛是一個 16歲以前的阿彌陀佛伏二兒 沒有人料到他會輕死留名 他碰到好的老師 那個好事開了他的竅 他本身有這個天分 有做 不過這個要尊敬他 他一個19歲的少年 那個250年未解的難題 他有那種膽識敢去做那個問題 有那種Gods 你們年輕就要有這種Gods 敢向問題挑戰 這個不要被一個東西 阿彌陀佛沒有被 他不會被框架 他如果看到這個問題 250年未解的問題 哎呀多少人 多少了不起的數學 要做不出來 哎呀我還是不要做吧 那就不會有阿彌陀佛 他敢向難題挑戰 這是我相信是年輕最可貴的一個地方 你們不要把這個可貴啊 他一切都是人 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那你還挑戰什麼東西 人要走出自己啊 走出生命來 這個以上所講 如果你有對某些 不管你是佛教也好 或是基督教也好 或是回教也好 如果你有很深的信仰 我希望你們姑且聽字就好 這個父母生女怎麼只是生女肉體而已呢 你沒有看到那個媽媽 媽媽在養那個小孩子 那種母愛啊 那個是天生的 我看啊 我看我太太在照顧那個小孩啊 我是自嘆不如 半夜小孩發燒了 兩歲的時候發燒了 他睡不著覺 他怕發燒把他的腦袋燒壞掉 沒多久就起來 就去量他的體溫 他整個晚上沒睡覺 那我躺下去呢 我就不省人事 我覺得媽媽還是比較偉大 不只是生女這個肉體而已 那個愛啊 無可取代 那我躺下去 我還就是用力來解釋這個 Omega假如說是等於 X平方 現在是泡物面 好 好 現在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在講這個之前呢 我需要介紹 你們在維軍裡面有學的Papers定理 我現在這邊假設一個圓盤 這半徑角是B 這半徑角是B 那這一段角是A 那這個圓盤呢 對這個軸旋轉 是不是轉出一個輪胎 輪胎的體積怎麼算 這個圓盤 這個圓盤的重心在哪裡 圓盤的重心在這裡 這個重心到這個轉軸的距離 這是A 你旋轉體的體積啊 就是這一個圓盤的面積去乘上 這個圓盤的重心跟轉軸的重心的距離 輪胎的體積啊 應該是等於 2πA 去乘上πB平方 好 這個是2πA 就是這個周長去乘上這個圓盤的面積 那如果 你現在 隨便一個領域 這叫ω 那ω的重心如果是在這裡 這個 這個假如說肉 那你 你這個ω對這個 這個是 這個轉軸 對這個轉軸去旋轉 繞一圈 繞一圈的話 那你這個旋轉體的體積呢 應該是等於 這個周長 去乘上ω的 這是重心 這一點A好了 這一點我把 我們休息一下吧 好 現在這邊假如說有一個軸L 那這邊假如說有一塊面積 那我把它圍繞 圍繞DC塔 這個我把它叫ω米加好了 我用DataC塔 好了 那 這等於是 一個西瓜 一個西瓜皮 只能一個西瓜片 這是一個西瓜片 想像這是西瓜片 那這個體積呢 DataV 應該是等於 Peple是定理 Omega的重心 這是肉 這個 這個是你的Omega 應該是 以Peple是定理 應該是 2πρ 增上Omega的面積 那擾動 DataC塔 就是2π分子 DataC塔 所以是等於 Omega 去乘上ρ 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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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擾動的乘乘乘 這是擾動的乘乘 這是擾動的乘乘 好 那個重心的擾動 擾動一點點 那個擾動的乘乘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問題 好 一樣 這個基角之存在 這一樣讓你們自己回答 第二個 是 E Omega C C是 Z等於AX加上VY加C 那個曲面呢 Z等於X平方加上Y平方 那個交集 AX加上VY加C 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AX加上VY加C 所以這是一個圓 DVN X是2AX運指AAT 2B X是2AX bearing方式B austroA-1A ком 简单画一个图 这是你的Omega 这是你的Omega 这个图 这个图 这是X轴 这个Y轴 这是你的曲面S 那个曲面被这个平面一所结 那个平面 平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平面跟这个曲面的这个交集 那个平面跟那个曲面的这个交集 那在Omega上 你把这个 这个我把它叫γ 这是Gamma 你把这个投影到 把这个投影到这个XY平面上来 这是Gamma 这是Gamma 我现在把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我把它叫做R化 这块面积呢 我把它叫做β Omega 是等于 Omega 等于7 的面积 这块面积 所以这应该是等于 总面积是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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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S 那個曲 這是你的曲面 那個power面 這是你的平面 中間這一段是你的β 不應該說中間那一段是β 我現在那個β是這一塊啦 這一塊是你的β 這是β 這兩段是R話 你現在是有一個方塊 方塊你足強足上去 對不對 那你一個power面這樣下來 我現在是在這裡面彈 跟那個two dimension的類似 我現在是用圖 那個圖太複雜了 畫了會那七八糟 我是這等於是那個power面下來的那些牆 如果中間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比旁邊這兩段大 那也就是說它投影下來這個β要比旁邊這個要大 那旁邊 那你把它圍繞 根據圍繞 我現在就跳過去了 這個根據圍繞 這個根據圍繞 有同學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接受嗎 跟two dimension 就說我這個地方是一個跳躍 two dimension我把它跳到 two dimension 剛才是two dimension 我把它跳到three dimension來 但是我還是那個精神上跟剛才圍繞是一樣的 就是說中間這一段這個白的要等於黃的 所以這裡面這個面積要等於這個面積 那你那個圓的半徑就可以求出來了 這個不應該叫一啦 剛才是第二點是不是 這應該是第三點 對不對 剛才是第二點吧 是不是 這應該第三點吧 但是你現在呢 所以這個imprise圓的半徑可求 β要等 那個阿法 所以這個就imprise 阿法的應該是等於二分之一 所以圓的半徑呢 γ,我投影了 γ的半徑 第三點 第三點 那又根據對稱性阿 那又根據對稱性阿 所以這就是一個圓心的仍然會有些圓心的圓心 那是圓心 那是圓心的圓心 那是圓心的圓心 所以你那個圓心 圓心要落在這條直線上 那這個半徑呢 這裏面的面積要等於外面的面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強調這個P點應該落在這個終點 這一點O 這一點是ABC 我前面有用到什麼呼喊嗎 這一點A 如果不然 你設第一個 我這樣好了 我現在過P點了 垂直OA 我做一條直線 這個是我的直線L 那這條直線相應在曲線上 這樣就會得到 會得到 會在那個 在那個 牽制的 這兩點 是不是相應在曲面上會得到兩點 你那兩點的黏出一條直線 那你把那個平面1 對這兩條直線圍繞 這個地方因為圖很難畫 所以我現在希望你們靜下來 有一點想像力 我現在在空間中有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上有一個平面 假如這一塊大這一塊小 假如它不在動 這一塊大這一塊小 那我那條 我那個平面 我那個平面 就把它擾動一下 擾動一下 那你根據Pepers定理 那個圍繞的體積 損益的體積 應該是這個面積成上這個重心 這個成上那個低氣塔 那這邊一樣 假如這一塊大 我這樣擾動以後 擾動 這個 因為是那個平面 那個平面投影到XY平面 我要把它投影到XY平面 那個投影是差一個比例 包括它那個旋轉的體積 所以我只要在XY平面上看它 所以假如這一塊大 這一塊小 那麼你擾動以後 那個投影下來 那個比例 差一個比例 那個體積應該是這一塊面積去成上 這一塊面積的重心應該在這裡 某一點 那只要這一塊大 這一塊小 那這一個 這個當然會比這一塊的重心要大 那你就會得到損利不平衡 我把它投影 這個地方寫起來有點囉嗦 接受 這兩點我把它叫CD好了 投影下來我都加一個π 所以我符號統一 所以上面那個是A點 這一點OA' 那設這個CD為Cπdπ在曲面X相應的點 在XY平面上 這條直線我也把它叫加一個π好了 那個 那個XY平面這個點我把它叫 加一個π 那麼L直線 那麼E呢 對L圍繞 那麼它圍繞以後呢 圍繞那個體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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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 就是 我現在體積 Omega S 我換一個什麼符號 只不過是等於某一個長柱K 乘上這個 K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啊 Omega的面積 Omega1 我把這個叫Omega1 Omega2 你那個圍繞的體積啊 只不過是 因為那個平面 Cos 平面 Cos下來 只不過插一個cos 那個 那個 滑向角 只不過插一個 插一個 那個 角度 所以 那個圍繞的體積啊 是等於K 乘上這個 Omega1 乘上那個dC 所以它的損益啊 你只要看Omega1 就可以 嗯 嗯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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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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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一遍 就是那個 原性在 Y等於 X 那條線上 是用 用對稱性 對 這個地方要讓你們回去做點功課 你那個整個那個形狀是對Y等於X這條之間對稱的 如果不對稱的話你可以圍繞它 對 你可以用圍繞可以得到 一樣可以用圍繞 對 對 這個地方稍微有點那個投影的概念 體積它投影下來跟那個面 所以你只要看這個 只要看 所以假如說Omega i 如果說Omega 那損力要平衡 我就損力要平衡 這個Omega1的面積要等於Omega2的面積 好 那到這裡問題就解決了 我們得到三個條件 三個位置數我們有三個條件 那imprise P點要等於Omega的重心 重心 那邊呢 又等於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你那個 所以imprise 到這裡 到這裡還要再講嗎 ABC就可以求出來了 這個地方 因為牽涉到三路空間 圖很難畫 所以有點凌亂 不過你們回去 你先把那個二維的拋物線 那個消化 消化之後 你這個地方 你需要一點想像 到三路空間裡面來 三路空間因為不好畫 所以你把投影刀 因為那個圍繞的體積 跟其實是差一個倍數而已 差一個法項角的cosine 所以你就等於在平面上看它 所以就變成這兩塊 我想的 有問題嗎 那如果說omega 是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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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 x平方 加上y平方 小於1 你現在omega是這樣 這是你的omega 那你要 是嗎 x y x y x x x y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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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一項鍵 這個一樣 剛才是方塊 那你現在 那個平面的交集 這gamma prime 這個p點 這裡面的面積這個是r化 外面的面積是veta 這個r化是等於gamma prime 第一個呢 一樣 r化要等於veta veta那這應該是等於π 所以r化應該是等於2分之1 π乘上1的平方 乘上4分之1 所以這gamma prime的半徑呢 第二呢 根據對稱性 其實不必更 其實都是圍繞 那個對稱性也是從圍繞得到的結果 那個p點呢 omega的重心 蛤 那個圍繞啊 那個 那個圍繞啊 那個 那個圍繞啊 那個 平衡點啊 那個點 平衡點啊 那個點一定是omega的重心 這兩個是獨立的 1跟2是獨立的 既然是重心 所以你在重心裡面你去做它 你如果跑到外面去的話 它就不會是 裡面的面積跟外面的面積要相等 就說你根據圍繞啊 不管你怎麼教啊 剛才那個同學的問題是這樣 那也許 剛才那個同學的問題說 你怎麼知道一定在裡面 反正 根據平衡的話 這個r一定等於8 那 假如說 是一個 交出來是一個 一個大圓 你現在p點好比說p點在外面 不一定在外面 反正 那你 你一樣 一樣過這條直線 過這條直線你一樣去做圍繞 那這一塊面積啊 雖然等於這一塊面積 但是它因為離得遠 所以你圍繞以後 圍繞以後那個損力不會平衡 它離得遠所以它繞出來的體積就大 大概是這樣 回去detail你們自己再去想一想 那這個 這個四分之一圓的重心你們會求嘛 這個圍繞裡面學過 所以那個圓心就出來了 半徑也出來了 所以ABC就出來了 所以圓心 所以圓心之道 所以這個implice ABC可定 所以這個implice ABC可定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到這裡 今天講的是很不正規的數學 但是無所謂正不正規 數學就是無定法就是數學的話 好 那個 抱歉 抱歉 那個 很多面對很多問題 其實那個突破是沒有定法的 就像五字方程式的解 它結果是用結構來看這個東西 情論就出來 那 今天 就講到這裡 那下次呢 我還要介紹那個用光學 極質 用光學原理探討這個極質 這也是 一個應該要知道的一個課題 好 今天就到這裡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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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